171 《文匯報》 啟德體育園用量民政局廖增一倍 2015年7月4日香港A03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民心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通過啟德體育園前期工程 6,270萬元的撥款 有議員憂慮有超支風險 亦有議員指體育業界期望興建園區 希望盡快通過撥款 民政事務局上任秘書長馮程淑儀表示 現時在大球場舉行的大型活動 日後將儀司啟德體育園區 相信日後體育活動可夠現時增加一倍 財委大比數通過前期撥款佔地20公頃的啟德體育園區 造價達250億元 其餘6,000萬元的地區 勘策工程前期撥款 早前在立法會公務小組通過 財委會昨晚亦以29票贊成 12票反對 1票棄權 通過有關撥款 政府期望今年內展開前期工程 期望2020年或以後啟用體育成 多位議員憂慮有超支風險 至於通過前期工程後 將洗濕個頭 日後即使涉及多少億元立法會都要通過 另外 由於主場館計劃興建設五萬個座位 有議員質疑座位數量是否過多 反問本港一年有多少活動需要用到五萬個座位的場地 不過 體育 以偽 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馮國表示 體育業界期望興建園區 希望盡快通過撥款 馮程淑儀表示 撥款包括聘請技術顧問及工料測量顧問 將減低超支機會 他又指 體育員比大球場較小限制 不用考慮草地保養 可以吸引更多本地及外地活動 相信使用率會較香港大球場高出一倍 除非 永久 除非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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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